烏克蘭大戰呢 現在是已經來到37天了 那其實啊 前幾天那個奧斯卡獎 不在美國才剛落幕嗎 那烏克蘭呢 他們自己也頒發了 2022的烏克蘭奧斯卡獎 他們是把過去一個月的戰績 用獎項來包裝 一共有頒發七個獎項 兩天的烏克蘭奧斯卡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夺下这个最佳影片的 就是炸毁俄国的军舰 那现在乌克兰又炸毁俄罗斯的坦克 並且要從他們手中重新奪回領地 根據CNN報導 烏克蘭目前已經重新佔領 距離切爾尼戈夫約19公里處的斯洛伯達村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斯洛伯達村在爆發一連串的襲擊之後 處處早已布滿硝煙 那在一場激烈的戰爭之後 烏克蘭炸毀了當地一輛俄羅斯的坦克 讓街道瀰漫著濃濃的白色煙霧 而戰勝的烏克蘭士兵則至高氣揚地 扛著步兵走來走去 斯洛伯達村對烏克蘭突破俄羅斯 在切爾尼戈夫的包圍至關重要 而這也是烏克蘭在切爾尼戈夫戰役中的 首個重大勝利之一 好 接著我們在畫面上看到這個人 她是烏克蘭的女狙擊手 叫做奧萊娜 她真的非常的厲害 因為她光是一個晚上就可以擊斃對方 三個士兵 那因此她也被稱為說 最致命的女狙擊手 那俄軍日前有報導說 她其實已經被俄軍擊斃了 不過她自己有出來發聲說 她並沒有還沒有死 根據二媒報導 俄軍在馬利波 狙殺知名烏克蘭的狙擊手 奧萊娜 還看出一張身穿迷彩衣 比有烏克蘭國旗勳章的遺體照片 但這名女狙擊手 在臉書上是發文否認死訊 大家說這都是好兆頭 我現在應該可以很長壽了 奧萊娜對此也表示 這起事件令人難過 因為敵方拍攝一名女性的遺體 還散播到社會上面 說這是知名的狙擊手 很有可能是我 那死者的身份 目前不知道是誰 但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愛好和平的百姓 在最新一輪的談判之後 其實俄羅斯是有承諾說 要減少基輔周圍的軍事行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它就是這個戰車 其實要撤離基輔周圍部分 但是在這個撤離的過程當中 有兩名士兵他們就跌落下來了 而且這個駕駛是沒有看到 就直直的一直往前面開 那兩名士兵在雪中 是追著這個戰車跑啊 那這個景象呢 其實就很像網路上流傳的 我還沒上車的梗圖 也引起部分的網友嘲笑 推特日前流傳這支影片 引起了網友的討論 畫面中 二軍Z字的運兵車 常溺在樹林當中 穿著雪地戰服的二軍士兵 正在匆忙上車 而一名車跟在裝甲車後 開除樹林 進入布滿白雪的道路 但疑似呢在轉彎時 車後門沒有鎖緊 一名士兵掉了下來 追在車子後面跑 之後車子又大幅度的轉彎 另一名士兵也跟著掉下來 兩人呢是拔腿狂追 但只能看撤退的這個車啊 越開越遠 這個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支持烏克蘭的網友是紛紛嘲笑 說這兩個人一定是人緣太差 他們接下來要散布去哪呢 好無二的戰爭現在還在持續 不過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昨天卻突然在社群網站發出了一項公告 他說他自己已經拔掉了兩名將軍的官嫌 並痛斥他們是反英雄 我們時間對付這樣的叛徒 CNN報導 澤倫斯基發文宣布 31號已經將兩名將軍拔關 兩人身份分別是烏克蘭安全局 內部安全主要部門前負責人 歐列侯菲奇 以及赫爾松區安全局前負責人 歐列克山德洛菲奇 澤倫斯基痛斥他們是反英雄 說他們現在沒有時間對付這樣的叛徒 但最終人會想辦法讓所有人得到懲罰 那些還沒有決定哪個才是 自己祖國的高階政理們 那些打破軍隊保護烏克蘭人民 保護我們國家自由和獨立飾演的人 最終都在南陶貝拔掉高官軍銜的命運 那些將軍不屬於這裡 好我們知道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美國國料原料攀升價格 總統拜登已經下例釋出SPR 這個SPR是指說戰略的除油 也就是說像他們先前之前那些儲備的油 我要釋出給大家了嘛 然後他還形容這項空前檢舉可以減輕痛苦 而且還甚至還爆料了喔 到目前為止俄羅斯總統普丁 可能已經把一些幕僚軟禁了 法新社報導拜登下列 每天對過熱的全球優勢釋出戰略 除油100萬桶 為期六個月希望藉此意志 席捲美國經濟的通膨浪潮 可藉此舒緩美國家庭當前的痛苦 對於莫斯科宣稱減少在烏克蘭部分區域的軍事行動 他暴使懷疑的態度 被問到美英情報稱 普丁的幕僚為提供他適當的資訊 告訴他在烏克蘭的困境 拜登回答 普丁似乎把自己隔離起來了 而且有一些跡象顯示 他已經開除一些幕僚 或是把他們軟禁在家 不過拜登也說 當中有很多的預測成分 他不想太過相信這些說法 好 我們知道其實現在烏二戰戰已經爆發一個多月了 那現在戰況也持續陷入膠著嗎 不過根據最新的天氣預測指出 歐洲週末將會有北極漩渦的影響 烏克蘭首都基辅 可能骤降十幾度來到零下的溫度 而這樣的狀況 士兵們恐怕面臨大冰櫃的言寒考驗 根據BBC氣象天氣預報公司 天氣頻道等各方資訊 受北極漩渦影響 歐洲大多數地區會出現大範圍低溫及降雪 與春天的平均溫度相比 週五到週末的最低溫度 可能降低將近15度 而其中基辅目前氣溫最高可以來到18度 但週五到週六開始降溫 雨勢也會更加明顯 週日更可能跌下零破2度 而且還會下雪 原本持續不斷的陣雨又將夾雜下雪 綿延在基辅外圍的二軍 待在坦克車的體感溫度恐怕更低 就像是冷凍庫一樣 天氣變化對戰場上的士兵們 將會是一大考驗